生前对他不稳不稳,现有争夺遗产。 雪莉父母做法让人心态。 雪莉的去世,让不少人对网络霸凌重新重视。 从2015年,雪莉还未退出FX时,她就遭受了网络霸凌, 一度让雪莉有退圈的打算。 现在却又惹出正义。 雪莉去世后据说留下了不少财富, 就其亲生时候住的公寓就价值千万。 而且每年她的收入大约为500万到600万。 由于雪莉并未留下遗嘱, 这笔巨额遗产引来了其父母的争夺。 据说两人早就离婚各自组建家庭, 雪莉生前两人对她不稳不稳, 其母亲甚至还说出过季度秀制比雪莉能赚钱的言论。 雪莉在亲生后并没有留下遗书之类, 就说明了她生前可能是没有一个牵挂的人。 按正常人的思维,父母应该是她最牵挂的人, 但雪莉却没有给父母留下只言片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